哈囉!7月份更新的白金蝴蝶 有客人叫我拍 我一直沒什麼拍 是因為沒什麼魚了 這個都很小 1A的 1A短身 有客人在問說 1A 2A 3A 什麼意思 蝴蝶裡有分長身的 1A微短 2A再更短一點 3A就比較圓 圓短型 就是以它的長短下去分等級就對了 阿我們大概就是分長身 1A 2A 3A 那之前有出現 有人就會假的 我就說它的叫5A 有沒有 我看會不會有人出7A 10A的 齁 其實 我們就大概這樣分啦齁 那其實這個都自由 店家有店家的標準 所以不見得說 你在外面人家說它的5A 就真的比我的3A厲害齁 就隨便啦 慶菜 自己用自己的眼睛去比較一下齁 就是去參考一下 阿這個都是正版蝴蝶裡 所以它的胸襲都是比較寬的 齁 那 這個是 1A的 這個 我打算給它賣1隻800啦齁 1隻800買5送1 齁 然後 這個不是蝴蝶 這個是單上圍的泰絲也蠻漂亮的齁 然後這個是3A的 大概 12、13公分 11、12公分 一隻5800的 齁 只剩4隻魚而已 然後這個是3A的大魚 16、17、17、18公分 一隻8800的 也只剩幾隻而已 然後這個是2A的 你看唷 2A的小魚它就比剛剛1A的更短更高倍一點 這個是1隻1800 好 一樣是6、7公分 1隻1800的小魚 好 所以這個是3A的大魚8800 2A的小魚1800 1A的800 這裡是5800的齁 然後 帶你們看一下正版的蝴蝶禮齁 齁 就像這樣 我們的蝴蝶禮它會比較頓頭 比較圓頭 然後胸襲超寬 超寬的 然後它的筋子會補到最後面 齁 胸襲你從上面看 有沒有它胸襲是寬的 混 混過種的 山寨蝴蝶禮像外面很多啦 有一瓣這樣齁 大概這麼大的 就比我那個1A的 還要大 2、3倍 80塊你就可以買到了 然後大魚2、3百你就可以買到 那個都是 白金蝴蝶去混一種叫白金龍禮 白金蝴蝶是 泰國改良的 白金龍 可能也是用白金龍禮 但是是改良純化的 那台灣的是白金龍禮 那我們是堅持賣純血的 魚 然後我們的魚已經經過 第四代的 改良 就是第四代的 挑種魚 叫做提蠢啦 齁 所以我們的魚的 樣子什麼 它會比人家漂亮 那 外面有很多它就是 你看它會比較頓頭 比較短頭 比較頓頭 齁 那小魚的話金子還沒有補滿 但是 長大的話它的白金是補到滿的 因為這個是5、6公分的小魚而已 這個是3A的一隻3,800 齁 這個體型就更胖短一點 齁 這是3A的小魚 大概 其實有6、7公分的啦 小指頭長到無名指這樣子齁 這個大小 這個一隻3,800 那台灣有很多就是 它買白金 它原本 魚場裡面 白金龍鯉在台灣原本就很久了 齁 那白金蝴蝶是後來在泰國引進的品種 那 有一些魚場的話 可能就是 我買個20隻的白金蝴蝶 然後跟我 電 跟我魚場裡面的白金龍鯉混在一起 就混血下去生 叫做改良 齁 他們想說這叫改良 其實這個不叫改良 這個叫 就毀了啦 本來人家已經改良到這個Label 譬如說人家改良到80分了 你拿去跟你 不 就是不一樣的魚混過以後 你就剩下40分50分了 齁 那我們的話 是把80分的魚再提存 再重複育種 再一直挑挑裡面漂亮的 符合我們想要的 寬大胸臍的 尾巴夾腳開的 齁 然後頭型比較圓頓的 比較好看的 那精子比較滿的 那下去 再下去做那個 做育種 做到第四代 我們的魚就出現 像現在這種樣子 齁 就盾頭 圓頭 然後白金紙很重 齁 有一些魚塞 會有微微的黃色 也正常 齁 齁 胸臍寬大 然後七大旗的顏色 都有補滿 好 就這樣 這是店裡面 2021 7月份的蝴蝶禮 齁 那過一陣子 這隻會拿下去 生產啦 這隻是母魚 齁 我們會短生配短生的母魚 但是生出來 即便 縱然是這樣 短生可能也只有一兩成而已 齁 還要再挑選這樣子 晚上了他也想要睡覺了 齁 今天已經半夜十二點了 阿補魚剛剛 我又今天 晚餐吃完要吃宵夜 今天已經很飽了 想睡覺了 飽到快要游不動了 好 掰掰 掰掰 阿補魚想睡覺了